MING PAO CANADA NUMBER 1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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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刚和王伟导演拍了人生如如初见 快杀青的那会儿他说他的那个影迷儿伟大要播出了 所以我也有关注到这个项目 当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头 然后男主人公 然后想要保持初心 想要维持身边的这些朋友 还能保持在一个 自己喜欢的一个状态里 这种故事类型的东西 还挺好看的 所以当时导演跟我说完了之后 我也去支持的去看了 其实《王伟导演》是一个 喜欢去关注年轻人 关于一些努力啊 或者奋斗的一些 这种底层人民的一些 细节的这么一个导演 后来接触下来觉得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年轻 但是特别博学的人 之前也看过他的《白夜追凶》 是非常有想法的 非常天赋的一个导演 从他身上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人生如如初见》 就是讲的几个年轻人 然后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想要去为这个国家 做出一些报复的 这么一个故事 想要改变这个国家的 一些家国情怀 然后就自己去留学 学到了一些日本的军事了 之后想回国了之后 想要去报效自己的国家 想要去改变这个国家 编剧江其他老师 逻辑都非常的棒 然后整个故事 你会有代入感 所以当时剧本看完了之后 我就说我一定要接这个项目 这种年轻人的这股热血 其实挺能跟现在产生共鸣的 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 二十多岁的这些年轻人 应该做些什么 可能自己要有一些报复 要有一些目标 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 感受在我们这个国家 在那段历史里头 所发生的故事 然后悲欢离合 这种历史感的 这种共鸣感 其实今天不会体会到 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是能体会到 其实是有一个 大概十年的跨度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梁湘 它是一个非常有 自己独特思想 自己有报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知道 要去改变一些自己的处境 他的心情 或者他的一些情绪的变化 可能是需要你通过 对那段历史更多的了解 那你在为这个决策 去做出任何的情绪判断的时候 其实是符合当时的环境 有一句就是印象深刻的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宿命 曾经我也是天真浪漫 愁愁满志 千番过境 不过是黄粱一梦 终有那种透彻感 是我们三个兄弟 有一个兄弟死了 就是他的死 其实对梁湘的整个的 一直坚定的理念 产生了动摇 在150天 160天的拍摄里头 对我来说 特别兴奋的点 就是我自己能够非常融入到 整个剧组 和融入到整个角色里头来 然后相信自己是梁湘这个角色 其实还是很幸福的 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然后面对每天这样子的拍摄 却有这种幸福感 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就是对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那我们现在就还是在观望剧本当中 然后看看能不能在2021 遇到更合适的一些项目 然后参与进去 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着急说 我明天就得进去做 我一定不间断得拍戏 我的时间柔线是按照一辈子去算的 还是要抱有一个匠人的精神 按照你这辈子做一辈子匠人的这种态度 来面对你每天可能会出现的项目 当时接人生如初见 其实是19年播 《亲爱的热爱》的7月份的时候 大家所谓的最红的时候 那一天我就知道我要剃头 我要剃成光头 我要沾辫子 那个造型的冲击其实还挺强的 那我不会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每一个影员都是为角色服务的 一个项目的制作团队 导演 制片 平台 其他演员 剧本 这是我在乎的用 导演非常的棒 团队也非常的棒 演员也非常的棒 所以我希望大家到时候有机会 能够早时看到人生如初见的时候 能够喜欢我们这个作品 那在这里祝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牛年大吉